盧秀燕爭取的台中藍縣捷運 這個穩放在蘇貞昌那裡 擺了半年以上 不合就是不合 瞄準前瞻預算 助攻台中市長盧秀燕 因為他日前直言 台中人真的很委屈 很心酸 點出台中捷運藍縣 卡在行政院 把苗頭指向了前行政院長 蘇貞昌 蘇貞昌接招 臉書一一反駁 強調台中捷運藍縣 上任前2018年10月3號 由前院長賴清德 核定可行性研究 總經費980億億 卸任之後 2023年3月13號 也就是最近一次韓報 總經費暴增到1615億 增加了633億 經費暴增路線大改 中央責任當然是審慎審查後 儘快核定 也為全民勘警荷包 蘇院長已經卸任了 那我們就讓他好好 過著他卸任的生活 只是爭取現在的 這個主政機關 那希望儘快給我們核定跟補助 原先機場和捷運站 設在三井凹類 新版卻提前轉彎 終結藍線和殺戮火車站 共構變更成殺戮火車站 還多出爭議的B8鎮英鎮 吊毀的是周邊都有嚴格土地 標點5號移動了章節 移動了圖表 然後最後又送出去 我們一看 中條的那幾個問題 你們怎麼都不回答 台中市政府就這樣 又換了一個封面再送去 來來回回 換了六次的報告 但是那關鍵的那三個題目 台中市政府還是不回答 終結藍線卡關 暴增的六百三十三億 有沒有獨厚地方勢力 中央前站預算 補助地方錢 當然要花在刀口上 三立兄過順嘛 因為國安泰報道